哈囉 Yahoo TV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林怡瑞 最強新人林怡瑞才出道一年半 就在去年以俗女養成妻餓的主題曲 而阿米耍風光拿下金鐘獎最佳主題歌曲獎 拿到的時候改一個怎麼樣 就是很驚訝 因為這個獎其實是 就是後面才來的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剛睡醒 然後滑開手機 然後我想說 怎麼那麼多私訊 然後大家一直說恭喜 我想說在恭喜什麼 然後後來看 哇 得獎 她也趁著這股氣勢 不只推出全新創作專輯 更為台北女子圖鑑唱插曲 而身為一個北漂孩子 這件事是讓她最不習慣 我覺得是天氣 因為我很怕冷 但來台北真的好冷喔 尤其冬天又濕濕的這樣 我回家一定要開那種小暖氣 一定要吹 不然我真的受不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方便嗎 就是來台北要玩暖氣 我在冬場你會吹啦 其實是 冬天會冷 高雄的冬天也是有冬天的 所以你在高雄的時候 你就會穿羽絨外套了嗎 對啊 還會開暖氣 我之前曾經就是要回家 因為我之前不是住三重那裡 我搭到爐洲去了 我搭到爐洲總站了 然後司機就要下車 我就走去跟司機說 我還沒下車 我說還會繼續開嗎 他說沒有啊 這裡是總站了 我整個傻眼耶 201的愛貓布卡 則是他的北漂好夥伴 不過布卡的這個舉動 真的差點嚇死他 他有一石屁 他喜歡吃塑膠繩 紅色的那種綁 綁湯的那種 哦 他會吃進去 然後 再把他拉出來 那你有想說 刷腳的飯嗎 有 我原本 我其實是想要養兩隻貓 但是因為就是 現在工作很忙 我想說 先養一隻好了 因為我之前曾經有朋友 就是 他的貓就是接放在我這裡 但我發現 養兩隻貓 半夜真的沒辦法睡覺 他們會一直追 然後一直在那邊打來打去 所以我有發現我家貓 蠻喜歡交朋友的 那他會想要自己出去看你 出門 他很單巧 他完全不會 就連開門他都不敢出去 他就這樣看 那如果有客人和你的朋友 就躲起來 但是他有一個 這叫什麼 怪癖嗎 就是 他只喜歡女生 這是真的 就是 像我的經紀女生來 他就會出來哦 但是 但是如果是男生的朋友 他就會躲起來 他都不出來 那這樣有未來交男朋友 就是 平衡這件事 對 他可能就會觸得很不開心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啦